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章公司法 本章是一个重点章 分值比较高 而且基本上每年都会考到综合分译题 本章考点一共是五个方面 首先是公司法概述 接下来是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官员员的资格和义务 最后是公司的合并 分立减资增资 解算和清算 从大纲来看 本章内容中级资格和初级资格的考试要求 是完全相同的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公司法概述 先明确公司概念和特征 那么所谓公司 它是依照公司法的规定 设立的盈利 法人 注意关键词盈利法人 首先明确 公司是 具有法人资格企业 而说到法人 马上明确 他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对吧 依法 独立 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 民事义务 也就意味着 公司 记住 他是独立于股东 和经营者的 再有 大家知道 法人 有三类 他咱第三章讲过 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和特别法人 那公司显然应当是 盈利法人 好 我们再来看公司特征 首先就是我们刚刚强调的 公司呢 他是法人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其法律地位呢 独立于股东和管理人员 其次 再强调 公司呢 是盈利法人 以取得利润 分配给股东 为目的 再有 大家也是耳熟能详 公司的股东 通常呢 是承担 有限责任的 比如 公司两种类型 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有限责任公司 一个是股份有限公司 都有这个 有限俩字 什么意思啊 指的就是 股东 以出资额为限 对公司债务 承担 有限责任 因为毕竟 公司 他是 独立于股东的嘛 那公司 独立于股东 也就意味着 公司的债务 并不能被视为是 股东的债务 比如 公司 如果资不抵占 还不上自己的债了 好 那公司呢 可以申请破产 但公司 还不上的债 一般情况下 债权人 是不能招股东 去要的 对吧 公司债权人 一般情况下 不得向 股东 来求偿 这就是说 股东呢 通常承担 有限责任 好 我们再来看 公司的种类 大家耳熟能详 两种 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 有限公司 那么二者的共同点 既然都是公司 所以他们都是独立法人 独立于股东 也独立于公司的经营者 好 那公司作为独立法人 有什么好处呢 两点要记住 首先 公司能起到财产分割 和破产隔离的作用 股东的只承担有限责任 注意关键词 财产分割 破产隔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公司独立于股东 所以公司财产 并非股东 个人的财产 这是要分得很清楚的 对吧 这不就是财产分割吗 但同时 咱下面强调了 公司的债务 也并非股东 个人的债务 公司还不起债 可以申请破产 但公司债 公司债券人 是不能找股东 去求偿的 这不就是说 股东只承担 有限责任吗 继而呢 能够实现 破产隔离的这个效果 其次 公司作为独立法人 独立于股东 怎样呢 公司股东变更 显然也不会影响到 公司的存在和活动 你就联想那个上市公司 他的股票 可以随时在股票市场上流通 跟交易 这不就意味着 上市公司股东 是在频繁变更的 那显然 上市公司股东的频繁变更 丝毫不影响 该上市公司的生产 经营活动 对吧 好 那股东的变更 不影响公司存在和活动 这就使得公司怎么样呢 记住关键词 具有了永续性 好 我们再来看股份 有限公司和有限资认公司 二者之间的区别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 二者的公开程度不同 比如 相对于有限资认公司来讲 股份有限公司 他的公开程度就比较高 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到股份有限公司的 各项特征建议大家 你就联想上市公司 因为上市公司 当然属于股份有限公司一种 当然了 并非所有的股份公司 他都上市 只不过 大家理解我们要谈到的 股份公司的这些特征的时候 你从上市公司角度去理解呢 会更容易一些 比如说到上市公司 咱们谈到 他的股票能够自由的 在股票市场中流通跟交易 怎么样呢 转让股权相对自由吧 再有上市公司 是可以公开发行股份 来募集资本吧 这不第二条吗 可以发行股份来募集资本 第三条也好理解了 说到上市公司 显然他得公开相关的这些信息 对吧 依法公开经信息和操作状况的要求比较高 比如上市公司得每年的公布自己的年报 那这是法定要求吗 好 那么大家看有限责任公司 他在公开程度要求方面的相对就比较弱 他具有非公开性 或者说封闭性 当然由此也就强调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 得相互了解和信任 再有 既然是非公开 封闭的 那当然不能公开募集资本 以及注意 股东 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股权 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哪些限制 我们后边呢会 进一步来谈到 那在这里呢先初步明确一个观念 股东 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股权 有限制 潜台词就是 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 那还是非常自由的 再有 既然是非公开或封闭 所以有限公司怎么样呢 他先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 继而向社会公开经营状况等信息要求 他就比较低 其次 两种公司 他们的组织机构和治理规则是不一样的 那说到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还联想那个上市公司 显然他有比较严格的组织机构和治理规则方面的规定 比如 接下来我们在第三节会详细来讨论 说到股份公司 他应该依法设立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等等这些组织机构 以及召开会议 做出决议等等这些程序 也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但 有限责任公司 咱下面讲了 既然他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 所以公司在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立和决策程序方面 也就有比较大的灵活性 比如咱下一节会谈到 如果是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是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 他是可以不设董事会的 设一名执行董事就可以 也可以不设监事会 设一到两名监事就行 但股份公司不设董事会 不设监事会 这绝对是法律不允许的 好 再有两类公司 他们的资本形式不同 很好理解 说到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就告诉我们了 关键词股份 什么意思 股份有限公司资本 是必须要分为等额股份的 其次 股份公司设立也好 增资也好 也都是以发行股份的形式来募集资本 接着联想上市公司 对吧 符合法定条件的时候 股份公司是可以向社会不特定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份的 这不就是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吗 那么有限责任公司显然 他就没有资本 必须分为等额股份的限制 相应的 也不能发行股份 也不能公开募集资本 这倒好理解 再有 两类公司 在股东人数要求方面 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定记住 考的相对比较多 那对于股份公司来讲 必须是有两人以上 200人以下的发起人 注意 这个以上也好 以下也好 都应该是函这个数字的 比如说两人以上 什么意思啊 意味着发起人应该是 大于等于两人 最少两人 对吧 那什么是200人以下呢 也是函200人 意思是股份公司 这个发起人 或叫发起股东 应该是小于 等于200人 这说的是发起人 注意 发起股东 但股东人数 他并没有上限的限制 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讲 他的股东人数 最多不能超过50人 那还是小于等于50 最少呢 是一个人 咱后边会介绍到 有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 对吧 那就说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人数 有上限 有下限 对吧 下限是一个 上限的是股市 对吧 但股份公司呢 只是对 发起人 人数 有上下限的 要求 但股东人数 并没有上限的限制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公司的设立 首先 要把握住 公司设立条件 这个考的特别多 设立公司 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 首先 股东 或发起人的人数 要符合 法定人数 这个法定人数 咱前边 介绍 这两类公司的 区别时 已经谈到过 有限公司 股东人数 应当是50个 以下 最少呢 是一个 对吧 1到50 把这个范围 记住 那对于股份公司来讲 大家记得 股东人数 没有上限的限制 但 对发起人 也就是 发起股东的人数 是由 法定要求的 对吧 两人以上 200人以下 大于等于2 小于等于200 并且接着 记住这个 这个发起人 还得有什么呀 半数以上 在中国境内 是有住所的 好 注意 两个细节 半数以上的 发起人 这个半数以上 只要说以上 你就记住 它是大于 等于的概念 半数以上是大于 等于2分之1 那如果说是 大于2分之1 法律怎么表示 咱会不会看到 叫过半数 注意 半数以上 跟过半数 不是一概念 对吧 好 半数以上的发起人 怎么样呢 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 什么叫 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呢 指的是 习惯性 居住地 在 中国境内 并没强调 必须有中国国籍 大家注意这点 可以是外国人 其次 全体股东 认缴的出资额 或全体发起人 认购的股本总额 或者募集的实收 股本总额 要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注意我画圈的三处 关键词 认缴 认购 跟那个实收 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后边呢 会详细来介绍 再由股东 或发起人 当然要依法制定 公司章程 到公司呢 得有章程 以及 要有公司的名称 建立 符合公司法要求的 组织机构 比如 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等等 再由 得有这个公司的 住所 一共是这么五个方面要求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资认公司的设立条件 包括哪些呢 A 有公司名称 正确 B 有公司住所 这是有的 C 股东人数 不骚两人 不对 别忘记范围 一到五十 最少是一人 最多的是五十人 D 股东 依法制定公司章程 这是有的 公司必须有章程 而且是由股东 或发起人来制定 E 注册资本 不骚人币三万元 这显然没有 我们将来讨论 公司设立要求的时候 没提到对注册资本的要求 对吧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A B D 好 我们来看公司的设立方式 与设立程序 首先 公司设立方式两种 一种是发起设立 一种是募集设立 那什么叫发起设立呢 是采取股东 认脚 或者发起人认购 公司发行的全部注册资本的方式 来设立公司 这叫发起设立 注意观念词 认脚认购 显然并不等同于实脚实购 对吧 这就隐含 告诉大家 采取发起设立方式 设立公司 怎么样呢 股东或发起人 是可以分期 来交付出资的 对吧 所以 在这个 全部 认脚认购的出资 没有脚足之前 对吧 认脚认购的出资 和实脚实购出资 它是 不一样的 这点我后面还在谈到 再有注意 说到有限资认公司 它是只能 以发起方式来设立的 不能采取募集方式 好 我们大家看 什么是募集设立方式 意思是 发起人 认购 股份公司 发行股份的 一部分 发起人 认购一部分 其股份呢 是向社会公开募集 或者是向特定对象 来募集的方式 设立公司 这叫募集设立 那么股份公司 既可以发起设立 也可以募集设立 但注意 如果是采取 募集设立方式 在后面会谈到 是不能 分期出资的 我们先提前 把这个观念呢 给大家提示一下 让大家呢 先预先有个印象 因为这也是考的 比较多的观念 好 我们来看 公司的设立程序 首先 要设立这个 法定代表人 怎么设立呢 按照公司 章程规定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可以由董事长 或者执行董事 或者是经理 来担任 好 注意两处 关键点 首先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是由公司章程 来规定 再由 谁能担任呢 可以是董事长 可以是执行董事 也可以是经理 再由 就是分支机构的设立 可以设立子公司 也可以设立分公司 从字面就不难理解 说到分公司 它是相对于 总公司来说的概念 对吧 而说到总分 这显然是一体的 对吧 所以分公司 它不具有 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呢 应当是由总公司来承担 或者呢 也能把分支机构呢 设置称为子公司 子公司 那就是相对于母公司来说的 你从此面能理解 母子 这是两个 独立的主体吧 妈妈跟儿子 这是两人 对吧 所以说 子公司呢 它是具有 法人资格的 进而呢 它要依法 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 好 我们接下来讨论 公司的注册资本 以及股东出资 好 我们先来看公司的注册资本 那么 有限责任公司 大家记得 它只能采取 发起 设立方式 来设立 那么 相应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 是公司 登记机关 登记的 全体股东 认脚的 出自个 注意关键词 认脚 而并非是实脚 因为在前面 已经给大家提示了 采取 发起 设立方式 股东 是可以分期 缴付出资的 那么 股份公司 咱下面说了 既能采取 发起 设立方式 也能采取 募集 设立方式 那么 股份公司 如果采取 发起 设立方式 去设立 那它的注册资本 是公司 登记机关 登记的 全体发起人 认购的 股本总额 注意 跟那个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 认脚的出资额 意思差不多 认脚 认购 都并非 实脚 实购 就是因为 能够分期 交付出资 但如果股份公司 采取 募集 设立方式 但前面讲了 募集 设立方式 是不能 分期 交付出资的 所以 股份公司 采取 募集 设立方式 时候 它的注册资本 怎么样呢 就是公司 登记机关 登记的 实收 股本总额了 注意 跟那个认脚 认购 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好 那在这里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我国公司法 允许 以发起 设立方式 设立公司股东 去 分期 交付出资 好 记住 关键词 一说 发起 设立 马上 联想到 能够分期 交付出资 那么 实行 分期 交付出资的 公司 有限公司 或者是 股份公司 怎么样呢 他登记的 注册资本 与公司股东 实际 缴付的资本 在股东 缴清 出资之前 显然 他 并不一致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认缴 认购 而不是实缴 实购的概念 但是 募集 设立方式 设立股份公司 对吧 因为他不能 分期 缴付出资 所以说 他的注册资本 就是这个实收 股份总额 再有 法律 行政法规 以及国务院 决定 对公司注册资本 实缴 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 有规定的 那应该按照 该规定来执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关于股份 项公司 发起 设立的表述中 正确有哪些 注意关键词 这个股份公司 是采取 发起设立方式 来设立 好 选项A 应当有两人以上 200人以下 为发起人 这是 正确 设立 股份公司 那个发起人的人数要求 你甭管是 发起设立 还是募集设立 这个发起人呢 都得是两人以上 200人以下 没问题 B 注册资本 为在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实收股份总额 明显 不正确了吧 如果股份 向公司 采取的是 募集设立方式 咱先不说了 那注册资本是什么呢 是公司 登记机关 登记的实收 股份总额 而现在怎么样呢 是发起设立 马上想到 能够分期 缴付出资 那所以说 注册资本是什么呢 是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 全体发起人 认购的 股份总额 对吧 选项B 不对 C 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 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 正确 也是 针对股份 有限公司 发起人的要求 你甭管是发起设立 是募集设立 都得遵循这个要求 咱先强调过 而说到 半数以上的发起人 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 这是什么呢 习惯性 居住地 在中国境内 以及 对发起人 是否必须具有 中国国籍 咱先强调 没有做要求 对吧 并不一人 发起人呢 只能是中国公民 可以是外国人 一 发起人可以分期 缴付出资 但前面已经强调 很多次了 只要看到发起设立 希望大家马上联想到 另外一个关键词 就是分期缴付 对吧 一是正确的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 ACE 好 我们再看股东的出资 首先明确 股东出资的方式 那对于有限 责任公司来讲 股东的出资方式 非常的多样化 可以是货币出资 那也可以是食物资产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钱等等 可以用货币估价 并且可以依法转让的 非货币财产来作假出资 那股份公司 如果采取发起设立方式 那他的出资方式 跟这个 有限资认公司 是一样的 不难理解 因为有限资认公司 他只能发起设立 换句话说 只要是发起 设立方式 设立公司 出资方式呢 都是很多样化 那么如果股份公司 采取募集设立方式 来设立 好 那么发起人 以外的 认股人 只能以货币出资 注意关键词 发起人以外 只能是货币 那就说 发起人 还是可以用非货币财产 来作假出资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对股东出资的具体规定 首先 股东应当按期 足额奖呢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各资 所认奖的出资额 据他说 如果是货币出资 应当将货币出资 足额存入 有限资认公司 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如果是非货币财产出资 应当依法办理财产 转移手续 以及 如果股东不按照规定 缴纳出资 除了应当 向公司 足额 缴纳之外 还应当向 以按期 足额 缴纳 出资股东呢 去承担这种 违约责任 把这个集中 再有 股份向公司 如果采取 募集 设立方式 来设立 咱前面讲过 募集 设立定义 什么意思呢 发起人 认购 公司 发行股份的 一部分 对吧 那是 多大部分呢 那这里 我们明确 发起人 认购的股份 不得少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 35% 把这个比例 一定记住 法律 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 那从其规定 好 我们大家看 股东的资本充施责任 首先呢 是 差额填补责任 意思是 有限公司 或者是股份公司 成立之后 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锁定价额 当然应当是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 如果是股份公司 那就是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来补足其差额 同时注意 同时注意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如果是股份公司那就是设立时的其他发起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设立 一定要记住 也就是说哪些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呢 其实不难理解 显然 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公平的 对吧 公司设立之后又新加入的股东 显然让他们承担连带责任 没道理 那因为这是公司设立时有位股东他交付的出资不够对吧 设立时的那当然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呢去承担连带责任 好 其次呢是缴纳担保责任 首先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发起人没有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组足出资的 那么应当补缴 其他发起人呢承担连带责任 再由股东 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在公司设立时 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那么注意 公司 公司其他股东 以及又债券人 都有权请求公司的发起人呢 去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缴纳担保责任 这么两个层面 好我们来看一单选题 2018年1月 孙某张某赵某共同出资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孙某呢以房屋作价出资100万元 2018年5月李某入股该公司 后查明 孙某出资房屋价值呢仅为70万元 那对孙某出资不足责任承担的下列表录中正确的是哪一个 首先当然应当是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呢来 补缴出资差额 那就说应当是由孙某呢 补缴出资差额 ABCD 这都一样 那接着 后面如何呀 应该是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 要承担连带责任 那注意两处关键点 一个是设立时的其他股东 谁呀 张某跟赵某 再由这两位怎么样呢 承担连带责任 对吧 所以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B 好 我们来讨论公司对外投资和担保 首先明确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 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 注意 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注意这条要求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对外投资跟担保的具体程序 那如果是对其他企业投资 或者是为他人提供担保 指的是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 好怎样呢 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来决议 有限资认公司叫股东会 股费有限公司就叫股东大会 这是一回事 好 注意 是两点 可以是董事会 也可以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来决议 并且公司章程对投资或担保总额 以及单向投资或担保数额有限额规定的 那当然不能超过规定限额 那如果是为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说完来就是给公司老板来提供担保了 给所有者提供担保 那大家想想 由董事会来做出决议 明显是不合适的吧 咱下一节会讲到股东会股东大会 这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董事会是什么呢 是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这个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 好 现在情况是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那理所应当的是应该由公司的所有者来决定这个事 对吧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去决议 由这个董事会公司的执行机构去决定股东之间的事 这个不太合适 对吧 并且被担保的公司股东 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 他当然得回避 对吧 不得参加表决 以及该项表决是由出席会议的 其他股东 所持 表决权 过半数 来通过 好 注意几个细节 首先 出席会议 那就说 只是出席会议的股东 而并非是全体股东 当然得是 其他股东 换句话说 被担保的股东 或者说这个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那个股东 他得这个除外 以及 不是按人头算 对吧 所持表决权 对吧 而且呢 得是过半数 不是半数以上 换句话说 是大于 二分之一通过 这些小细节 一定要注意 而且 千万别忘了 为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提供担保 只能由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 决议 是不能由 董事会这个执行机构 来决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项选择题 李某是假股份 公司 简称 假公司的股东 因借款需要 请求假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 假公司 于是召开股东大会 对此事项进行表决 那么 下列关于假公司 股东大会 决议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大家记得 如果是为 公司的股东 提供担保 应当是由 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 来决议 对吧 就不能由 这个董事会 来决议了 而且 被担保的股东 或者说 如果是为 那个实际控制人 提供担保 受实际控制人 支配那个股东 他是不能 参与表决的 所以说 岁和地 就排除了 李某 作为假公司股东 他 不可以 参加表决 当然会必 那 这项 决议 怎么才能够 通过呢 应当是由 注意关键词 出席 会议的 其他股东 所持 表决权 过半数 来通过 对吧 所以 本题答案呢 应当是选项B 好 我们接下来讨论 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来看股东权利的概念 和分类 那么 所谓股东权利 是股东 基于股东资格 而依法 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决策 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再有 明确性质 股东权利 它是一种成员权 必须在团体内部 按照团体规则来行使 脱离团体呢 就丧失其职能了 当然 一人公司 除外 怎么叫 股东权利 是一种成员权呢 比如 说到 股东权利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 参与管理权 但股东参与管理权 它其实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主要就体现为 比如 在这个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的会议上 它向这个表决权 对吧 对这个 一决的事项 它可以表示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 这其实就体现了 股东权利呢 它是一种成员权 反正话说 不能认为说 我是股东 我是公司所有者 好 我就自己就能够 对公司事 去指手画脚 去说了算了 这不可能 对吧 再由股东权利 可以分为参与管理权 以及这个资产的收益权 参与公司利润分配 这也好理解 好 我们再来看 股东权利内容 首先 表决权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股东 既可以亲自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 去出席 股东会 股东大会的这个会议 并且呢 对这个会议 所一决的一个事项 有权的表示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 这就是表决权 其次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注意 是能选举和被选举 什么呀 是能够选举 或者是被选举为公司的董事 或监事 把这记住 接下来依法转让股权和股份的权利 这好理解 再有知情权 那比如说股东 他是可以去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 但注意小细节 如果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 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 可能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 他是可以拒绝的 并次股东提出书面请求至起 15日内书面答复 并且能说明理由 当然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查阅 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接下来建议和置心权 这好理解 股东是有权对公司的经营 进行建议和质询 比如说股东会 股东大会 召开会议的时候 是有权要求公司的董事监事 这个经理去列席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议 并且要接受股东质询的 对吧 第六 是增资优先认脚权 是指有限公司新增资本的时候 股东是有权优先 按照实角出资比例 去认脚出资 以及鼓励分配请求权 这个好理解 再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或临时股东大会 以及自行召集的权利 再有其他股东权利 比如说临时提案权 意义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申请法院解散公司权利 以及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请求权等等 这些其他股东权利我们后边呢 也都会介绍到 好 我们再来看股东的义务 首先出资义务 这不难理解 其次 善意行使股权的义务 比如说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 去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 也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 去损害公司债权的利益 以及公司出现解散市由之后 股东呢 有组织清算义务 好 我们大家看公司的操会计 首先 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 快失事务所 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 注意 由股东会 股东大会或者是董事会来决定 再由 有限责任公司 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 将操块报告送交各股东 那么股份公司操块报告 应当是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前 置备于本公司 供股东查阅 注意事件要求20天 再由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的时候 应当照利润的10%列入法定公积金 达到注资资本50%以上 可以不再提取 关于这个 具体法定公积金要求 相信大家已经耳术能详了 我们之前在企业操管理部分 企业操块部分的都介绍过 再由 公司的公积金 指的是那个盈余公积 用于弥补公司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 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那么资本公积金 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亏损 第五 法定估计金转为资本的时候 所留存的该项估计金 不得少于转增前 公司出资本的25% 这些规定 相信大家已经都耳术能详了